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火龙使者的下落吗 刚才没追上 应该就在附近 好 分开找吧 如您看看吧 好 大家分开找 是 哪吒 咱们也分开找吧 快快 这边 快走吧 快走吧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说过我欣赏你 我不会冷情的 在那 快追 前面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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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哥 我们不能让他们抓到火龙使者 我 为什么 你想想 火龙使者是妖族大帝麾下的一名大将 他一定清楚蛇姬的事情 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父王的下落 咱们就不能让他们抓到火龙使者 好 听你的 什么 火龙使者逃了 你们是怎么干事的 区区一个犯人都管不住 女王息怒 这火龙使者施了法术 量他也逃不出婆娑岛的 不怕遗忘 只怕万一 你们俩赶紧去找 是 站住 站住 别跑 大胆人犯竟敢逃跑 按神火国律令 凡逃跑者唯有一死 给我住手 快 玉姬 咱们是你 火龙使者 快跟我走 我不跟你走 你怎么给使用法术 我自有办法 女王命我前来带你回去 等等 能让个小龙女现在失去法术 快趁机抓住他们 好 什么人敢擅闯神火国 别废话 先抓起来再说 先别跟他们打 走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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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飞刀上才有剧毒 本祭司无毒不止 但却头一次 看不出这飞镖的来历 然后呢 那怎么办 这毒 这毒恐怕本祭司也无能为力 我刚刚替他检查过 他的外伤虽无大碍 但是毒性入体 哪吒此时无法力护身 一旦毒发 便会因毒性入体 而暴毙身亡 除非 除非在一日之内找到解药 方可保他性命无虞 女王 求您答应我 让我去岛外求援 让我去岛外求援 我无法看着哪吒就这样 本王知道你救人心切 但是 谁能保证你离开后 不会就此一去不回呢 一去不回 女王 哪吒还在这儿 我怎么可能不回来 女王 现在救人真的可不容缓 我现在必须要出去 女王 你可千万不要心软 哪吒死后 我定会好好厚葬他 你就趁这几天 多陪陪他吧 女王 我们走 女王 你们 哪吒 你要是离开我吗 爹 我该怎么办 难道我真的眼睁睁地看着你 看着你死去吗 爹 娘 哪吒 哪吒 小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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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你快走 哪吒 没事 我 我好热 怎么回事 你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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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骗我了 我感觉 好像有火在烧一样 那你刚才为什么 要替我挡玉机的法术 我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怎样会死 你中了剧毒啊 你让我怎么办 孔雀 你昨日占卜说 今日定是晴空万里 为何现在下起了雨 闺女王 五芒心阵感应小龙女内心痛苦 产生共鸣 边天降大人 想必此刻 她正在为女儿家伤心难过吧 不要难过 我说过 要保护你到最后 就一定会堆写我的诺言 别哭了 你现在是水族最后的希望 不管怎么样 我 我都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我 明星 你别说话了 怎么样 不要担心我 如果 如果我撑不下去了 如果我真的 真的要死了 你一定要 带着冯啸歌他们 继续你的脚步 让他们祝你复兴东海 这样 我也算是 兑现我的诺言了 你说什么 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如果我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 陪着你到最后 那你 那你答应我 你得陪着我 你不能有事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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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 我一定会救你 我一定会救 孔雀恳请女王 放小龙女离岛巡摇 不 这件事没得商量 你不用再说了 本王 是不会允许他离开的 孔雀 你与其浪费时间 烦恼他们的事 你还不如好好想想 为何那鱼姬 来到我们岛上 竟然还能使用法术 微臣 微臣 是啊 微臣还记得 当初孔雀 布下五芒新阵时 曾大发豪言 气势淡淡地说 此阵威力巨大 任何人来到岛上 都会法力尽失 可如今看来 并非如此啊 你 你什么 我们亲眼看见 鱼姬施法斗凶 女王 李哪吒虽然是个臭小子 但好点是我们 神火国的奴隶 他这次受伤 他这次受伤 你难道没有责任吗 孔雀 你如何解释 微臣知错 请女王 再给微臣一点时间 微臣会立刻想办法 加强五芒新阵的威力 好 本王 就再信你一次 谢女王开恩 我让你找龟仙人 你找得怎么样了 启禀女王陛下 属下呀 曾经偷偷用水晶球窥探过 这没有龟仙人的踪迹呀 水晶球是有灵性之物 若用得不得法 会被其反噬 绝不可随意使用 是是是是 不过啊 您请放心 属下呀 已派人在四海之内 全面搜索龟仙人 一定让这老东西 无处遁刑 事不宜迟 趁现在 赶紧去把水晶球偷出来 他都会在大鸡卫 要留下 人家的水晶球身体 还都要留在地板子上 来 我去lima 你应该怎么办 你自己也不ätta 你不想多拍摄 你据到哪里 你不许多的 不许多的 你不许多了 它是 难道是在那边 好 既然你有周祥的计划 就尽快实施 去找到那银水令牌的下落 属下呀 遵旨 鱼姬他们怎么样 不知道 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女王呀 这个鱼姬呀 到现在都还不回来 要不啊 咱还是用水晶球瞧瞧吧 咱还是用水晶球瞧 要不然 我再去找找金水令牌在哪里 女王呀 您呀也不要太担心了 这鱼姬大人武功高强 定出不了什么事情 而且您想想啊 他那么目中无人 肯定吃不了什么亏的 我来开门 我来开门 报 骑兵女王陛下 鱼姬大人刚刚将火龙使者带回王国 那他们现在情况如何 火龙使者受了伤 鱼姬大人正在替他疗伤 臭宰相 在 我们赶快去看看 是 你要做什么 你在神火国所受的不过是皮肉之伤 我的飞鱼毒刀之毒才是重处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我帮你解毒 经瞒森林之事 你便从此不要再提 好 我答应你 你可要记清楚 好 我能伤你一次 便能伤你第二次 若是女王陛下怀疑到我头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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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女王 参见女王陛下 火龙使者无须多礼 谢女王 火龙使者 你伤势如何 托女王陛下的福 属下已无大碍 幸亏 鱼姬及时赶到 属下这才只受了点皮肉之伤 那就好 那个哪吒和小龙女状况如何 骑兵女王 虽然碍于他们援兵赶到 未能捉到小龙女 但是 哪吒已经中了我的 非鱼毒刀之毒 必死无疑 那就好了 这也算是不虚此行 没了哪吒那个爱管闲事的家伙 这小龙女再也嚣张不起来了 我看她怎么和我斗 女王请放心 小龙女已经失去了法力 况且 婆娑岛上那群女人们 明争暗斗 必会波及于她 现在 小龙女已经不足为据了 说得没错 你这就和我回禀父王 让我父王也高兴高兴 是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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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孝哥曾经见过女兵队长 拿水晶木配施法 虽然不知道和耳环的区别在哪 但也只好先拿来试试 只要能恢复法力找到明云 哪吒就有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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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小龙女大人 都是自家姐妹 无需多礼 快快请起 不会吧 她这么精确 难道发现了我的意图 属下刚才操练一场 衣容不整 不敢让大人进身 这女兵队长还挺守礼数的 看来还得再想个法子 队长这就严重了 近来岛上极为不平静 方才一场恶战 又死了不少姐妹 我心里实在很悲痛 但是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 守住女王疆土 是 大人请放心 那个火龙使者和东海妖女 要是再让我见她 一定将她们大谢八块 你有这个决心很好 但是也不要操之过急 大伙都累了吧 看你们操练一上午了 要不然先休整一番 晚点再练吧 属下遵命 可乐吧 来 喝点水 属下惶恐 哪敢劳烦您呢 都是自家姐妹 客气什么呀 天哪 你看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属下去换身衣服就行了 没事 不好意思啊 万水惊人 滚 再试一试 万水惊人 烈 万水惊人 飞 开 万水惊人 开 这破语拍果然只能开门 生虎女你也太谨慎了吧 大莲藕 看来救你没那么简单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父王 女儿特意前来恭喜父王 喜 喜从何来 是银水令牌找到了 还是金水令牌的咒语问出来了 父王息怒 女儿这次前来 是想跟父王说 火龙使者找到了 不仅如此 女儿还将哪吒和小龙女 困在了神火锅 那哪吒身受重伤 相信命不久矣 没有了哪吒的帮助 那小龙女定兴不起什么风浪 女儿帮父王解决了一个后顾之忧 不是大好事一件吗 的确是好消息 不愧是我妖族的公主 谢父王 蛇姬公主 刚才说的这个神火锅 可是婆娑道 正是 你怎么会知道 大弟 属下自愿前往神火锅 必定把这个神火锅给带回来 不可 为什么不可以 属下并非有意阻止 只是暗黑使者 从未去过婆娑道 若是有什么闪失 不但抓不到神火锅 反被神火锅上 岂不是我们妖族 又损失了一员大将 你这么说 不介意本王法力尽尸吗 请大弟息怒 属下这就是前往神火国 定将神火锅带回来 不让大弟失望 还不快滚下去 是 父王 都是女儿管教无方 父王千万别生气 还是保存体力要紧啊 她自己自立 node 当人店的犯法是什么 她都要保存在 已是您和自己夥募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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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夫 快开门 求求你 救救我娘 救救我娘 不是我不救 是你娘亲她 这病我没法治 怎么就没法治了 你娘亲她是 是妖啊 我 妖 怎么可能是妖 难道 难道我也是妖吗 你当然也是妖啊 只不过你还没发现 你的妖性而已 难道你没发现自己和其他人 有什么区别吗 医者 父母心 我虽然是巫医 但也无能为力 你娘亲不是得病 她是失去了天舞之妻 天舞之妻 天舞之妻 是极为珍贵的炼化修为 凡人难得 你娘亲因为是妖 是妖 家旨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天舞之妻极为醇厚 被妖魔通过邪门之法 吸取耗尽 才落得这般模样 可是我娘之前 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若不是因为她是妖 体力要比凡人强一些 早就一命呜呼了 她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因为你呀 这些年来 她不但生下了你 还把你抚养长大 一直强忍着病痛 还真是难为她了 可是 她怎么肯留下腹中的孽主呢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救救我娘吧 我求你 救救我娘吧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救救我娘吧 救救救我娘 pues 救救我 救救我娘 救救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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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黑使者 你真的要去神火国抓那些女子 为大帝献祭吗 鱼姬大人 你要是有时间 不如 替我想办法早日找到解药 亏你还记得解药 没想到 暗黑使者 竟然是这么急功近利的人 记忆宝盆已被胡小玉摔碎了 银水令牌又难寻踪迹 没有了银水令牌作为筹码 我自然而然得掂量掂量 虽然大帝的法力不如以前 但是 他毕竟是蛇姬的父王 孰轻孰重 你比我还清楚 你 鱼姬大人 我有药事在身 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老大中了这么重的毒 都快死了 他们也不让小龙女出去求救 这是什么道理呢 一群盖死的花痴 最可恨的就是那个火龙雏鸟 亏老大还要招她入伙 却被她反咬了一口 若再见老大 我非砍了她不可 对 到时候一定把她绑到老大的坟前 让她跪下 忍错 老大还没死呢 我是说如果 等老大死了以后 你会不会说话 你是不是傻呀你 你怎么骂人呐 你怎么骂人呐 我还打啊你呢 喂 嘶嘶嘶嘶 嘶嘶嘶 孔龙 九龙女 你 别说话 别说话 跟我来 跟我来 所以你是想我们想办法 缠住孔雀 野菊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我试过那个水晶玉佩了 那东西根本没用 只能用来开门和关门 根本不能恢复法力 所以我们只能把目标 放在那个水晶耳环上了 神火女是不好接近 只能拜托你们两个了 小龙女 可是我们怎么来确定 这个水晶耳环 就是具备法力的关键呢 万一我们白卯会强 怎么办 主要现在我们也别无他法了 而且据我所知 这个岛上只有神火女 他们三个人才有法力 也只有他们三个人 才有那个水晶耳环 所以我觉得 这个冒险是值得的 有道理 小龙女 为了大局 我们绝对全力以赴 好啊 好啊 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暗黑使者 并非如此 请女王陛下听属下解释 玉姬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竟敢触怒女王陛下 我们东海呀 可不养那心怀鬼胎之人 女王陛下今日去魔宫报喜 本是为妖族大帝 解决一件心头大乱 只剩那暗黑使者 实在是太可恶了 平白捡了一个立功的大机会 女王陛下 属下为您不平 所以才出言阻止 请女王陛下明察 如若事情真是这样 你也算是忠心 女王陛下 属下愿即刻前往神火国 现已不将神火女带到东海 届时再交由女王陛下 亲手献给妖族大帝 功劳 是女王陛下所利 玉姬大人 好大的口气啊 就凭你 你凭什么从暗黑使者那边 抢到神火女呢 女王陛下 若是没有这护法钢石 暗黑使者即便是到了神火国 也无能为力 属下定能一举将神火女拿下 好 你即刻便去 拿下神火女 是 大莲欧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 你一定要撑住 好 这个风啸歌到底怎么回事啊 到底行不行啊 孔雀大人 舒服吗 孔雀大人 仙女 臭八怪 臭八娘 失火了 小龙女 小龙女 老大 她就能够躲到年裡 那我们干击 走 快点 绘八道 真的 我们能遇到招了 这儿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准备了 这儿 我要去 小龙女 你现在可以施法了 赶快想办法逃出去 你说得对 我赶紧带哪吒走 这 那怎么行 小龙女 这神火国守卫森严 你一个人逃出去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还要带着受伤的老大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可是我不想把哪吒一个人留在这 放心吧 这儿有我呢 我会在这儿守着老大 你赶快逃出去搬救兵 哪吒 你一定要好好地等我回来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 你快点 快点 快走吧 来不及了 小龙女 你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赶回来 因为 如果孔雀地发现 我偷了她耳环 那我就死定了 呸呸呸 什么死不死的 照顾好哪吒 我走了 天亮之前一定回来 好 小心啊 这么多人把守 怎么样才能不被发现逃出去呢 谁在哪儿 是野菊姐姐啊 你不是龟顺神火女了吗 你来这里干吗 我 我来赏灯 看灯 这多好看呀 是吧 红的 蓝的 黄的 什么颜色都有 我看得差不多了 您先忙 我先回去了 站住 你戴的是孔雀的耳环 你 我看得到你 军师 我这次出去 是救人的 人命关天 求你理解理解我 放我出去吧 天亮之前我一定回来 你偷了孔雀的耳环 还想擅自离挡 你竟然让我放心你 我说的是真的 闭嘴 有什么话 你还是跟陛下面前说吧 把他拿下 对不起了 军师 观音大师 观音大师 哪吒现在病在旦夕了 您方法慈悲 救救他好不好 小龙女 妾莫惊慌 此事本座一定会相助于你 此乃吉祥八宝 静鹿丹 能解世间各式毒物杖令 你持此丹 回去送给哪吒服下 自然能排除他体内的剧毒 你 多谢观音大师 多谢观音大师 只不过 就算我这次回去 真的救了哪吒的性命 可是由于我山子离岛 肯定也会给众人带来连累 您是不知道 神火女跟她的属下心思缜密 想要逃离神火国 真是难上加难 观音大师 麻烦您再给我指一条名路吧 神火女等人之事 迟早得化尽 本座这就派杨俭 前来协助于你 多谢大师相助 心静成名 天地门开 杨俭 参见观音大师 无须多礼 杨俭 本座 此次召你前来 是想请你 立即携同小龙女 前往婆娑岛 协助她们安然离开此处 渡过此劫 弟子遵旨 大师兄 大师兄 禀告女王 风啸歌带到 跪下 禀告女王 风啸歌不但偷了孔雀的耳环 还伙同小龙女擅自离岛 更是罪佳一等 你这狂徒犯了罪 还敢在女王面前 如此放肆 更等立即处死 你 要斩 要斩我没问题 但是女王 小龙女她不是逃跑的 她是看我老大病重 无药可救 所以她得跑出去 找救兵的 但是她也答应过我 天亮之前 就一定会回来 是啊 女王 小龙女说过 天亮之前一定会回来的 她只是想救哪吒一命 才会借我的耳环一诱 还请女王宽恕他们吧 风啸歌和哪吒犯罪属实 怎么那么多理由 女王 臣恳请立即处死哪吒和风啸歌